證明了柯文哲現在是中共的一個同路人啊 那如果是柯文哲現在是往這個對岸靠攏的話 對岸都要這樣子大肆把他做廣告 那我請問綠營的支持者你們能夠認同嗎 深綠的支持者你們能夠同意嗎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是誰什麼前任主席還要帶個團跑去見習近平 所以說我必須要這樣講 兩岸是敵對的狀況 國民黨所做的都希望講說 兩岸朝向和平努力的一個發展目標下去進行 你說去做訪談然後去做交流 這樣就是同路人嗎 那如果照永明委員剛剛的一個論述來講的話 這一個央視不是隨隨便便講說 哪一個企業或哪一個人就能夠有這一個業配 或資助信息就要可以 那證明了柯文哲現在就是中共的同路人 那為什麼常作委員 他還是你們時代力量台北市黨部的一個主委 你說他個人的臉書就代表他個人的發言 他擔當的是整個台北市黨部的一個 這一個輔選的一個動能 那你講說他講話 他認同他的兩岸一家親 那我想請問 你就這樣子撇著講說那是他個人行為 我會覺得選民不會這樣子看 是不是 所以說我剛剛就講啊 柯文哲他本身腳踏了兩條線 這是很很很實際的 我也常常在講 我們藍營的民眾你也可以動情他 但是你票不能回到他 因為他本來就是就是就是墨率的 一直說兩岸一家親 你就要回到他 不可能 所以說我必須要這樣講 丁守中委員他走的一個論述 他沒有變過 我們國民黨走的一個兩岸的一個方針 我們也都完完全全沒有變過 那你們沒有變那個阿公現在不一 對不對 我們就是九二六公司啊 那你今天講說央視出了一個廣告 柯文哲講說 他沒有支度信息 他沒有業配 那你沒有買 那幹部有可能別人拿你買 我都知道啊 對不對 但是由此可見 可以證明一件事情啊 我們國民黨我們不是中共的附水組織 我們也不是他的同路人啊 那柯文哲現在已經是他的同路人了 沒有什麼拋棄 我相信我們四年前 我們就沒有力量給柯文哲 我們四年之後 我們還是一樣努力 而且這四年來 我們一定要 一定都是在監督這個柯文哲的 那世間議員 那個貴啊 在我看 對中共而言啊 國民黨跟柯文哲 一個是舊愛 一個是心歡 所以剛剛四維那個講話 我知道 舊愛對心歡都會有一點吃醋的味道 講那種話 不會啦 這證明一件事情 證明你一直在抹我們 今天看得很清楚嘛 中共 哇那麼大的資源 甚至公然中央電視台出來這樣吹捧柯文哲 我知道你們看在眼裡 酸在心裡 你這種心裡我可以了解 不會啦 那我澄清一下吹 那個對柯文哲說民進黨 養虎為患錯了不是 義音之差我必須更正 是養鼠為患 柯文哲沒有老虎的資格啦 他是鼠 老鼠 大家冷靜去想柯文哲那樣子 欺善怕惡的個性 那麼 我覺得柯文哲吹 你要組黨你就去組吧 夠膽你就去組嘛 可是柯文哲不會這麼做 我認為柯文哲短的時間內一兩年都不會去組黨 為什麼呢 他知道他一組黨就破功了啦 他一組黨那些所謂的 白色力量數人從政無色覺醒 這一些保護罩 保護色啊 都退去了啊 好不容易有一些人幫他去弄這一些東西 是要來當他的側翼嘛 那所以他知道實質一阻擋下去 他整個他的原型就現出來了 因為他還是會走回過去藍綠每一個政黨 必須經過的民主對這個民眾來參與 那這中間有一些整合的問題 那總是會碰到一些困境 但是柯文哲沒能力 他也沒那個氣量去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他現在就是要一直炒作 這看到他炒作阻擋這個新聞 其實大家可以看 冷不防的就突然間跟你來一下 那冷不防的又吃蔣味水的豆腐什麼 台灣民眾黨 那可是他會這樣一直炒作 因為這是典型的柯文哲新聞炒作學啦 這是柯文哲的一個方式 他會讓這個新聞繼續在炒作 尤其當他沒有新聞的時候 那柯文哲最大的弱點 他最大的死穴就是沒有新聞 大家冷靜看 如果新聞不要再提柯文哲 不管好的壞的 你就把他忍個兩三天 你看看 他不但受不了 而且他的原型就出來了 他忍個兩三天 別人還有一定的聲望 柯文哲忍個兩三天 你看你如果去做民調 不管市政成績 或對他個人的支持度 絕對大幅度下落 因為柯文哲是新聞動物 他是新聞 患養出來的一批奇奇怪怪的動物 所以我覺得阻擋這個 我現在就跟柯文哲說嘛 要阻你就去阻 夠膽你就去阻 那你不要在這邊再裝神弄鬼啦 就讓他走 看